就说吓杠头 我不再理解 就是吓杠头怎么吓的 比如说被别人吓杠头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什么一个原理呀 气场呀 我问你呀 你谈过恋爱不了 你知道男朋友现在在生你气 你难过不了 你这人真的 你还不知道 你连人家对你生气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人还是人呐 就是说别人对你生气的话 你就等你吓杠头这个意思吗 吓杠头呀 人家恨你呀 人家生你气的话你没感觉的 你让人家生气了你没感觉的 你是人不啦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就是胸口会很闷 不知道为什么乌烟乌的闷 那你说什么原理了 讲给我听呀 就是气场意念吗 好了 你自己回答你的问题们就好了 一点都不动脑筋的 你这个人简直就是个没脑子的人 怎么化解好好念经了 天天还吃着荤 你这种人能好的 我没 我吃 你现在全素了 你只不过半素而已呀 我吃全素的 你吃全素了 你再讲 我 我有吃荤吗 你鸡蛋吃了吗 不吃的 你不吃的 你什么时候吃素的 讲给我听啊 呃 就是 学佛后来就 社佛台后来就 几几年啊 我想是 二零一 二零一六年 八月初一 许愿的 二零一六年 对 那你 如果你 如果你 你如果你吃素了 你还是这个脑子 说明你的上辈子 你真的是 不知道做了多 欠了多少情债了 就我 欠了情债 我身份是不是难道 哎 人家听广播 所有的人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 哎 糊里糊涂的 一辈子糊里糊涂的 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样去 你已经化解了 一直念经 一直化解 早谈恋爱 不在讲吗 早谈恋爱 什么都可以跟不在讲 就是 像你这种 就是化解我感情方面的业障吗 对啊 像你这种人 我根本不相信你吃素的人 嗯 我确实吃素的事 我这个还是挺严谨的 我问你一句话 你跟朋友出去 有没有吃过婚呢 跟朋友 就是我 我许愿吃全素之后的话 对啊 偶然的 偶然的 有没有啊 偶然的 嗯 你 你是不是感觉到 因为我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 就是我 我现在的 现在跟你打电话了 我现在 机场 就是婚的机场 我旁边的人在烧 因为我跟他们去 那个住在 不住在一个房间 但是住在一个厨房间的 他们在烧那个 大蒜 我都闻到了 就挺轻人的 但不是我吃的 就现在 你反正注意点吧 反正你的气场非常不好 讲给你听了 我气场不好 你这个简直就 哪方面的 脑子不好啊 你现在什么都记不住 什么都搞不清楚 你还哪方面啊 你好好念经 好好把师父的白话 佛法看看 你告诉我 你白话佛法看不看了 说实话 就是我最近的话 看了不是特别的 好了 别找理由了 你什么时候看过啊 好了 要再搞了 还最近了 老实一点啦 多看看 多长点智慧 好了 再见了 好吧 好好修了 你这辈子 这辈子 你要是不修出来 你下辈子完了 还是来做人 而且不会做一个 很好的人的 还是在情感里边 还来还去 还不下 还不玩家 听不懂啊 哦 师父 就是我可以 听这个事情 就是来化解这个吗 念 念经 你看看你经事啊 叫你这种脑子啊 你这种人 不被人家骗啊 谁被人家骗啊 对 我 我可能就 停在欠太多了 我 我出去上班的话 也会有这种原则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很开心是吧 不开心 就是有时候觉得 不开心的话 你就会老实一点 眼睛不要去看人 男人 眼睛去看干嘛 少看 哦 那我怎么样 处理解决呢 师父 穿的不要太好 耳朵上不要挂东西 穿的不要太好看 不该穿的东西 要穿的朴素一点 谁来看你啊 戴副眼镜 也没用了这样子 就是也没用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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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二毛子老钉的人家 好了好了 不要讲了 我都看到你的 好了好好念经吧 听到懂吗 没用了 像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要不是师父帮帮你啊 你就心理医生每次去 去去去去去治疗去吧 心里出问题了 明白了吗 你看我跟你讲一句话 你要等半天才回答我的 说明你的脑用量不够 说明你的智慧根本不深 反应很慢的人 就说明他的智慧没有啊 这还不懂啊 好了 多念经 多念经 多念心经 听不懂啊 多看白话佛法 明白了吗 好了 再见了 再见了 好的 脑子根本不管用啊 你说他脑子到哪里去了 同样大家都有脑用量 为什么他没有啊 因为他都到感情上去了 我们在心理用 不过 都在心理用 不过 也想 preferred 不过 也领